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磨毛的一个打底衫 还有一件卫衣 还有一件这个叫魔术库的一个打底库 这三件衣服呢 都是比较平价的 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魔术库看一下 这一套听说搭配穿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买回来给大家测评一下 我来看一下这个魔术库啊 魔术库这个是花了69块钱买的 里面是这种磨毛的 然后我这样捏了一下 它是没有掉毛的啊 然后这个还是蛮好的 我比较讨厌掉毛的 然后打开过后呢 我们发现上面会有一点 窒息小浮毛在上面 黑色的我感觉就会有点黏 但这个我还没有穿呢 它就是打开过后 就是有一点浮毛 这个白色的啊 有一点那啥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腰部 腰部这里是有一个这个 字母的一个刺绣的啊 是个非常基础款的一个打底裤 魔术库啊 这就是裤子 买的是最小好的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卫衣 这件卫衣的话呢 是花了135块钱买的 它的款式我觉得还蛮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还有个灰色 然后我觉得黑色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家容的 这个也是一个磨毛的一个家容的 不掉毛的啊 质量都是蛮好的 做工各方面 这个手感也不错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蛮值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领口的一个做工啊 这里都是包边的啊 做工依然非常整齐 非常工整 这个价位这种做工 我就给它点赞 真的还不错 这款式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是这种一个字母的一个印花在上面 是个家容款的啊 这是买的是M码的这个卫衣 我们再打开一个这个法体衫 这款法体衫呢 价格也非常屏障 然后只要65块钱 不见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磨毛的 我感觉还是蛮厚实的啊 这个如果单穿的话 我觉得就是配这个卫衣穿 也不会冷 我们来看一下啊 袖子里面做工就这样子的 看一下领口 领口的做工呢 也非常工整 这是也是对小号M的嘛 旁边这里呢是带开叉的啊 到时候穿上身的话 大家就能看到一个效果 我现在把它试上身 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好我已经把这个打底衫穿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 侧面呢是带一个这个开叉的啊 然后里面穿个这个魔术裤 我在套这个魔术裤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很好穿 它非常的柔软 然后我感觉穿上身 还是蛮不错的啊 我以为这个价格买到的 然后家容款 你就那样吧 然后穿上身 它是蛮惊艳的 这个魔术裤啊 然后它是一个无痕的啊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那种 家容的那种打底衣来 搭配穿裙子啊 都可以 它是蛮惊喜的 这个打底衣 我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整体 现在我把位移穿上 搭配一套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已经穿上身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叠穿的话 刚好旁边上面配个大皮肤 就比较好看 看看整体 这一套穿上身 我觉得很显瘦啊 然后会调身材的 这个花纹也特别好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啊 这一套穿 而且里面都是这种家容的 加上这个魔术的一个打底 非常柔软啊 它毛染性还是蛮好的 这个整体来说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关键是这个加上的质量呢 也是非常好 不掉毛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件巫衣 也算是我测评到的 一个保障吧 然后喜欢的姐妹 可以放心去补手 而且也会挑人 也会挑肤色的 黑色啊 非常的百搭 好了 那这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喜欢下小视频呢 记得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